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称以及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批驳家方说外国干涉 调查报告是叫做倒打一耙 贼喊捉贼 说加拿大什么持续老练的这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 说这调查报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 逻辑不清 证据不明等 然后否认还倒打一耙 说加拿大 中共的现在无论在行动上的彻底危害国际社会各个国家 现在就算抓到证据他都不承认 他对加拿大绝对就是像对台湾一样 就是内部颠覆用这种方式 这就是朝鲜战 然后呢 中共反过来还要咬别人一口 这个你有些人你怎么看这个事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路德 事实上其实我觉得加拿大刚好公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尤其是他是以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去发表这样的声明 那我觉得其实事实上不管中共再怎么样的推卸 或者是推诿啊 或者是拒绝承认啊 事实上我相信如果他真的实力够强 他也真正的敢去相信外国的司法 然后敢再用司法的一种方式来跟加拿大这些所谓的污名化他 污名化中国做这个很多外国干预的事情 干预加拿大的政治的事情 那他就用透过司法途径来去谋取他自身的清白嘛 如果他相信国外的司法的话 那事实上其实从这一点可以非常清楚就是 尤其是在加拿大这些学校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说像YouTube跑去拍 有很多孔子学院 那甚至于像我们最近还可以看到的消息 就是像美国很多那种在大学里面去挺这些巴勒斯坦的 比如说在UCLA 甚至好像今天还是昨天的时候 遭到那个加州警方的一些驱离嘛 那甚至于我们有看到新闻有报道说 好像澳大利亚的学校的学生也开始这些胡营干嘛的 那这些事实上其实长期以来都是被中共长期用学生的方式 藉由教育的这个参与 然后让他们在这些学校里面被换养着 当然也是另外一种养套杀 所以说其实讲的很简单一点 就是说包括我现在顺便就是回应到 在上个礼拜路德揭露那个WHO WHA的这些Leader 被中共渗透 甚至于轮流更替 甚至于还有去操纵到韩国南韩的这些政治的一些趋向跟风向 事实上我只非常就是很感感受到一点 就是说事实上其实中共本身来讲 他在他很相信就是从俄罗斯那边 从以前的前苏联 科克勃组织KGB 他们这样一系列藉由组织的力量 来去行使他们邪恶的一些计谋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其实中共在做这些事情 藉由他的人来刺化整个国际组织 包括WHA 包括现在连国联合国都是这样的一个太阳 那事实上其实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本身不管是谁 不管是谁坐上那个位置 事实上他们透过就是相信组织的力量 那事实上其实我刚好这一点就可以去呼应到 就是说我们曾经推荐有一部 在迪士尼Plus里面曾经有一部叫 The Americans 里面事实上里面演的就是美国 美国里面有这样子俄罗斯渗透的一对夫妻 然后长年长年以来做做做间谍 然后在美国从事这些间谍活动 即便到最后他们回到了苏联的一个国土里面 回到他们的家乡了 可是他们却把他们名义上的儿子或者是女儿 留在了美国 不管这个儿子或女儿事后有没有继续从事 这个KGB的工作 可是事实上他反而去映射了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他的本身这个组织真的是 很好的话 那他有没有席家带卷 把全身家当都一并的这样传宗接代传下去呢 事实上是没有的 所以说其实我所想说就是说即便组织的力量再强大 本身人性是无法被泯灭的 邪恶来对抗的话以一个极权国家跟一个可以自由发生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中共最最没有办法去理解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 为什么他们后来都输了 最重要其实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面 本身这个讯息多元 就是你所说出来的讯息能不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 而这个时间的考验往往是因为不断的受到真实事后所翻出来这些真实情况的挑战 所以说导致为什么习近平想不通 为什么他们总是这么广为宣传却一直都败下阵来的原因 事实上就是他们的谎言经不起时间跟真相的一个考验 所以说只要你站在一个真实的一面的时候 时间就会站在你这一边 那你看路德社从2018年到这里 长期以来这样子不断的呼应 然后把真相供诸给世界之道 这个就是在揭露真相 就是在揭露中共的一个邪恶 所以说本身来讲 中共即便他认为他谎言说一千遍 就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 可是事实上真真相才能够去真正的去 去把这个他们所所这个讲说的谎话给戳破 而这才是真正的时间所带来的效应 而其实习近平想不清楚的就是 为什么他们总是没有办法去忽悠全世界 而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个智慧是没有办法被垄断的 所以说其实结合这一个礼拜 虽然我偶尔一个礼拜才上那么一次 可是事实上有很多消息 都是透过不断的反思 然后藉由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推演 可以把底层的思想去对抗这种 习近平由上而下的一种思维逻辑 那这样其实讲穿了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诚实信用跟人性 那偏偏共产党这几样他们都不相信 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不管是怎么样的宣传 都达不到习近平心想要的结果 好 路德 这个事啊 其实都是很严重的 加拿大除这个它处于无眼联盟国家 其实毫无疑问那是整个西方啊 特别是几起国家应该都很清楚 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吧 中共怎么辩解都没用 中共怎么辩解 你看这个加拿大 这是这个报告是来自情报方面的报告 情报方面 中共说啊 什么情报方面报告来作为啊 所谓的情报 同时又表示情报并不能证明事实 包括提供的信息不一定 都经过正时候全民评估 说加拿大的报告是自相矛盾 根本经不起推销 完全是在刻意误导公众 极其不负责任 这是西方 说白了就是一种 一种政治正确的一种表述 你看中共就拿这个东西 来打别人 看到没有 说白了这就是事实 只不过啊 因为在西方这里头所有的 法庭的东西是最后啊 最后的啊 到了法庭这里 可能最后就有了盖棺定论 因为任何的东西 而中共呢 你看就用这些啊 就这种东西来攻击别人 太险了 真的太险了 你怎么看啊 这个牛先生关于这句话 其实他他越 中共本身来讲 他越是这样的一个辩解哦 越加印证了加拿大 呃对于中共在呃 对外所所宣达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其实本身来讲 你真的有做就有做 那我相信其实真的有 有有有去跟你交手过的 或者真的被你影响到的人 一定都是 他们一定是因为 心里的不平衡 或者是他们的利益被剥夺了 或者是因为竞争的环境改变了 所以导致他们本身 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 然后一定会去 在在他这个加拿大 甚至五眼联盟这些 这些呃民主国家里面 他们一定借由他们的民意代表 去发出他们的声音嘛 那在中这种机制 在中国是没有的 即便习近平在怎么样的维稳 事实上他所压制是只是想把共产党在中国的合理合法的统治 呃用表面的东西用宣传的口号用内在的一种武力压制来让他的政权得以延续而已 可是事实上在西方国家这样这一套是行不通的 更何况他还没有呃像中国这样的呃呃这个讯息的一种包围 或者甚至于呃防火墙 所以说其实当你这个很多消息可以呃这个统一的让民众去加以自 借由他自身本身的智慧去加以判断的时候 你中共即便在怎么样的去宣传怎么样去辩解 你只在验证人家说你是一个多邪恶的一个组织或政党 甚至于国家 你只是不断在呼应这样的事情 只让人家更讨厌而已 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便中共想要再怎样辩解 我觉得其实就让他继续演下去吧 我们我们都是看那个国王心意的小朋友 那我相信这个事情很快就会有更更新 新一个所谓的上一个台阶 甚至于有更新的一个发展 好换给路德 你看啊 所以这个牛先生你看你看加拿大这种情报系统 这国家层面都被中共打得满地着牙 你说这个病毒溯源这个中共输得这么惨啊 你说还有包括中俄这个 你说啊 中共在咱们这里可以说是啊 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啊 输得这么惨的这几场 这绝对是硬仗啊 绝对是 我们叫信息站里头啊 是不是逻辑 你想想啊 那的确没错啊 因为其实啊 路德社秉持就是 我不敢说好像以前好像用那个什么 郭文贵那什么什么 真善什么那个都 那个都是大话 其实真正的就是一个真相 你一个真相跟保持一个非常 我们不用太复杂 就是一个真诚的心 然后最重要就是毅力 其实路德社所传给整个每个收听观众们所传达一件 最重要的意念就是有毅力 然后每天持续不断 那事实上共产党最怕的就是 你不但是一个有毅力 而且本身来讲对于用真相的传达是永远没有放弃的 而这才是中共最大最担心的地方 因为本身来讲 他们的急功耗力 他们本身的一个假片头 他们本身的一个耗面子 他本身的一个不相信人性的一个结果 会导致很多事情 借由时间的拉长 然后反噬回去 所以为什么路德社一直在讲 路德一直在讲说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其实真正的真底的简直在于说 你人性是真的去透过 这些你不能没有 你即便用很大的外力去想要去扭转人性 可是问题是人性本身的需求 他的一个想要生存 他想要想要安定的生活 他想要求 他想要有一个温饱的一个一个食物 这些基本的需求是最最简单的 可是问题是共产党常常把这些 比如说亲情 比如说信仰 比如说真实 诚实 这些东西都把它掩盖掉了 所以说当这些东西都没有以后 共产党唯能相信 就只有谎言 只有虚假的表面 跟不断的假片偷物 那这样的话 当然时间一拉长 他绝对是战胜不了 用自己良心 用自己的真诚 去跟这个世界 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合作的一个 一个环境或团体 所以说这是相对的 而不是说共产党一定 一定就是基于他的这样的一个 强大的武力或者是流氓的手段 可以去压制别人的 我觉得其实他所想不透的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就是真诚 所以说其实路德在这么长年下来 就是一个真诚跟毅力 所以可以战胜这个共产党的邪恶 我想这是最简单的基本逻辑 好 换给路德 好 谢谢 你有钱的精彩分享 咱们这期节目前 到此也就不要让点赞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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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